新版本拉点小王子 万66届小提琴180亿养且四跑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胎 这一期的话给大家带来是这个油猜的教学 那么在这个新版本的话 油猜呢 还算是虽然说是缺弱 但是呢 油猜的话弹射性就是用来拉点 那么开局的话我们先休机 这个百分之十的一个加速 感觉真的非常非常弱 感觉就没有那么必要贪了 那么这边话发现小提琴 哇这个闲一拉 就发现你这个小提琴好像玩得不太好 因为它没有压迫感 这个弦必须要拉得准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先拉点 先往后来跑 然后我们油猜的狗子 也是关键时刻交出来 也是非常非常牛掰的 那么这的话我们一个弹装加速拉点 然后拉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直接进这个墓地 两个长的板子 这两个长的板子 那个板子非常好 骗它一下 大家学习一下骗一下 就假装进版了 随着往后说一下 在面对这种期间一下的小提琴 那么是非常的好使这一招 因为它感觉你很傻 那么但是大家肯定不会觉得很傻的 对不对 然后这边的话一个交互狗 大家可以学习交互狗 所以它踩板 它这个快踩 在它踩完板的时候 然后的话放一条狗子 这边的话在老规矩多扭一下 那这边的话放空了 看地上 这边的话一定要看地上 看地上这个弦 什么颜色 然后这边的话打一刀 打一刀之后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直接进教堂 然后给自己送一波信 然后看左上角 三二一 好刚刚好这波团窗信好 然后我们直接拉点 再利用一个这个加速性 那么跑的是非常非常快 所以说这个 就是说我们转捩的 思路要提前想好 我们是双坛的话 我们就尽可能去拉点六轨 而不是说跟它博弈 并不像飞轮 飞轮的话在这种 就是说先用弹板拉点 然后拉不动的话 我们再交这个飞轮 那么双坛的话只能靠拉点 还有一个拉不动的话 只能靠这个本身的一个博弈 然后这边的话听一下红光 听一下脚步声 那这边的话直接跟着我呢 没关系 我们这边的话先消失掉 先拐角消失视野 然后找机会再交一条狗子 那么先拉点在这距离的话 看这个屠夫走到这么远啊 屠夫跟在屁股后面 这个人都人也都看不到 那么先不管 那么这话可能拉鞋 那么啄牛牛牛 躲下鞋 哎这话轻松送招了 然后这时候散现好了怎么办 我们提前放一条狗子 这板子千万不要下 因为你下了这个板子 他就能散现过来 的话这个时候下板 弹板加速跑起来 然后我们进这个窗户 当然的话想把我加热症 那么我们立马回头啊 这个思路都一定要清晰的 他想把我加热 那么躲完鞋 哎呦这个鞋没有秒拉 你秒拉就中了大哥 然后这话再被送一封 给自己送一封这个弹射性啊 然后这句话闪现 哇这种闪现 你也敢闪啊小提琴 你好急啊 然后这边话再一个弹板加速啊 弹板加速的话 然后我们再进这个教堂啊 这一波的话就够了 然后这边话躲完鞋 看鞋块好了 哎呦你这个鞋拉的哎呦 干嘛比我还紧张 哇你不要急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然后我们弹完板之后 又回到这个位置了 那么弦的话 估计还没好快好了 弦一消失就说明好了 所以说这边说哎再躲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哎他这边 哎呦终于开始 哎呦这一波的话失误了 这一波的话我应该在这个 在这边近板的话 再放下狗子 那么我们就能拉到四号级 这波的话确实 光顾着躲闲 都忘记放狗子了啊 这狗子的话 我决定还是可以中了 那不过无所谓了 当我们上椅子之后 电影机就已经能够压好了啊 那么这小提琴也是非常非常绝望 这在我脸上干嘛贴人家这么近 哎呦你有 你有胡臭啊 知不知道小提琴啊 那么离人家远一点了 然后这边看这个大副 拉怀表啊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 这边没有低交性 只能看队友排排啊 然后这边的话大推是个低交 那么我们这边 看队友怎么就 队友的话蹭脸上 这边的话闲了可以蹭脸上啊 在他他更想打震慑 他话所以说主动蹭脸上 那么这边的话 由于知道低交的位置 那么我们就不送这封了 然后这封信也不送 因为我们身上本身有个弹射性啊 然后说话我们不着急 然后的话我们直接 哎这边的话盖盖个板子 不对好像有bug 发现没有 我们这边送信的时候 自己身上有个弹射性 但是自己身上没有信啊 那跟服务呢 弹射性交调了 所以说我这边没有送击走信啊 因为感觉这边信好像是这个 身上有个弹射性 所以说等弹射用完再送击走信 结果发现好像不太对劲了 那么赶快自己送一封击走信 送一封击走信 之后来我们来到大推 然后这边的话看好 这边的话徒步是给机会的 不然的话我们这把不一定四跑 我们把板子下 这边的话头铁那么翻回去 因为电机不够啊 然后没有翻回去 被不着急 然后看到会不会踩板 他踩这个板子 我们就百分百能走 所以这边的话 所以说他给机会 让这边的话轻声走低脚了 所以就下你一下 所以说这个拉点小王子 新版本的话 还是依旧的非常强势 就看你的熟练度 去如何玩好他了啊 好喜欢视频的话 可以帮我点赞 谢谢你们